Hello 各位同学 大家好 这部影片是要示范Variation of Parameter Variation of Parameter 也是线性ODE求特解的一种方法 上课有提过 Variation of Parameter 算是线性ODE求Particular Solution 求特解的公式解 所以它其实所有的线性ODE 都可以用Variation of Parameter 把特解 到底解出来 只要是线性ODE 就可以用Variation of Parameter 解 难道譚 到底最後裁件 最后太多交 comun 济分机的生活 不然借渐侦 只要先说 它是线性ODE特解的公式解 熾分机 那我這邊示範一個,這是一個長係數的,我們現在這個題目是一個長係數的二階線性ODE,然後是non-homogiliens 那但是大家看一下這個外力項,外力項是x加1乘上exponential的2x次方 那其實這個外力項呢,這個外力項呢,這個其實如果之前代定係數法夠熟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外力項的話,其實是完全可以用代定係數法把particular solution解出來的 那確實也是如此,沒有錯,但是我這個為什麼還要用這個東西來示範,用variation of parameter來示範 就是跟你說,這個就是要跟你講,就是說variation of parameter真的就是這個線性ODE解特解的公式解 OK,它不管你的g of x是什麼啦,OK,它只要是線性ODE,也不管你的g of x是什麼,反正它就是公式解就可以把特解解出來就對了,OK 那只是最後積分記不出來,記不記得出來,那個就是另外一回事,理論上它都可以做啦,OK,好的,那我們來示範一下這題怎麼用variation of parameter把特解求出來 OK,然後這個是一個non-homogeneous二階線性ODE,然後你的g等於YH加上YP,OK,這沒有問題 然後YH是h4的g,Y的二階分-4Y,Y的二階分-4Y等於0,OK,那這個homogeneous solution長係數的二階線性ODE,homogeneous solution怎麼解呢? 就是另外H,homogeneous solution等於1的lambdax次方下去解 那這個解的過程我就省略啦,因為這邊的重點不是在那邊,那你只要先練習去解解看,那你最後會解到的話呢,你的lambda是等於2,是一個重根的狀況 那所以呢,你的homogeneous solution就是C1乘上exp2x,那因為是重根呢,你第二個根就是要補x進去啦,所以是C2乘上x 就是x乘上exp2x次方,OK,這是你的homogeneous solution,OK 好,那我們要解用variation of parameter解particular solution呢? 那這邊還是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要提醒啦,提醒各位這個,因為呢 這個variation of parameter,你還是必須要把homogeneous solution解出來啊,你才可以使用 OK,那我們現在homogeneous solution有兩個根的y1y2,exp2x次方跟x乘上exp2x次方,y1y2 那我們這個variation of parameter告訴你什麼呢?你的particular solution是yp呢?等於u1y1加上u2y2 OK,那我們現在呢,假設y1y1等於exp2x次方,然後y2y2呢?等於x乘上exp2x次方,OK 好的,那這個u1跟u2怎麼... 欸,u1、u2等於多少呢?那這u1、u2呢?是等於w1的積分 OK,然後呢,u2是多少呢?等於w2的積分 那這w1跟w1、w2等於多少呢?這個各位,慢慢看一下 那w會等於,剛好就是兩個homogeneous solution的run skin行列式 OK,這個要知道喔,這公司呢,這個只能自己記啦 這個沒有什麼特別的訣竅,就是把它記起來啦 那只是說這邊微分要小心啦,這微不微,加上不微微 OK,這個就是w,那w1跟w2就只是把那個... w1呢就是把第一行的遮掉,換成0跟外力箱 那w2呢就是把第二行遮掉,換成0跟外力箱 OK,那其他的就是保留,那是根據你的那個...就是根據你的run 你的那個w1,OK w1是把... 哎呀,我這個是空間寫太小了,抱歉,空間好像有點太小了 空間有點太小了 空間有點太小了 先把它寫出來好了 我從這些中猜到10來5, бес明顯穩這滴表獄 ино 概要就是從這個角色vos和G sides 這邊是0左右 然後這aréuX equals$0 然後這G perspective,這是多少呢 我們要稍微檢查一下 這位這個亮面的外力箱呢 我們要檢查一下 這前面的係數是不是1喔 前面係數剛好就是1啦 所以呢,這個外力箱不用再豬任何東西喔 所以這外力箱很安全的就是把x加1乘上... 哎呀抱歉ii��加1呢 X加1乘上Exponential X-12 OK 這是W1 那W2呢 W2就是Rance給行列是一樣 但是把第二行去掉換成0跟外力箱 X2X0跟外力箱 外力箱 我剛剛有說過 你外力箱不用再儲任何東西 因為你這個線性ODE的Y的二階原器 前面的係數就是1啦 就很安全 OK 所以呢 你就把這三個W1 W2分別把它解出來啦 那這個其實是很容易啦 這個其實沒有很難 其實沒有很難 不要自己嚇自己 這個就是W4X4 那W1 W2呢 因為它這個有一個這四個元素 這矩正四個元素 其中有一個元素已經是0了啦 所以呢 這其實已經很好算了 這沒有很難算了 所以也不用指一下自己 OK 那所以呢 這個W1 W2呢 都可以輕鬆的已經把它算出來了 OK OK 那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 那所以呢 我們WW1是多少呢 你看你看 沒發現我剛好可以約掉啦 就等於Xxxx加1 那W分2 W2是多少呢 你剛好可以等於Xx加1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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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那算到這邊呢 不要忘記 還沒有結束我們的U1U2是多少呢 的积分,U2是W分之W2的积分哦,所以你算出了W分之W1跟W分之W2,你还在积分一次哦 那这个积分呢,这个我们已经没有位置啦,那我就是把那HOMO Junior Solution那边给插掉啦 那我相信HOMO Junior Solution这跟各位提一下呢,其实已经就够了,哎呀,把HOMO Junior Solution插掉啦,我们慢慢的继续往下截 OK,这个你只要记住那个解的过程就可以啦,没有很难啦 OK,那我们的U1,U2是什么呢,我这边改用蓝色的笔,要不要改用蓝色的笔鞋呢,那我也比较清楚一点,OK,积分你的U1会等于W分之W1的积分,所以是-X乘上X加1的积分哦 那这边呢,这其实刚好都是多项斯的积分啊,这个应该很容易吧... 这个应该很容易吧... dx 那變成-1Ⅲ的x三次方,然後-1Ⅱ的x平方 然後這會等於呢,1Ⅱ的x平方加上x OK 好了,U1、YouTube算出來了,哎呦還沒結束,還沒結束,還沒結束哦 還沒結束哦,我換這個顏色 哦,換什麼顏色好了,換綠色 呃 啊,算了,保持藍色好了,OK 還沒結束,還沒結束,不要忘記了,particular solution U1Y1加上U2Y2 YP等於U1Y1加上U2Y2 Variation of parameter 你的U1是誰呢,3分之-1x三次方-1Ⅱ的x平方 然後你的Y1是誰呢,Exponential 2x Y2是誰呢,1Ⅱ的x平方加上x Y2是x乘上Exponential 2x次方 OK好的,那你這個答案呢 不要只要不能只寫到這裡,你要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你要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你要把它整理一下,你不能只列 這樣 你這樣呢,這真的是一推250 你要把它整理一下 這整理,這其實是可以整理的,你可以整理成 我看一下,這邊有,你有x平方向乘上Exponential 2x 對不對,那你也有 看一下,然後你剩下還有x三次方 乘上Exponential 2x這一項 OK,那前面的係數是多少 x平方乘上Exponential 2x這一項係數是多少 1,然後減1分之1,所以是1分之1 然後呢,x三次方乘上Exponential 2x那一項是什麼 1分之1 減1分之1,所以是1分之1 你要整理成這樣子,拜託拜託 你要整理成這樣子,我才可以完全的給你分數 你不要只是 你不要只是寫到這邊 很多人,我猜很多人啦,很多人會只寫到這裡 很多人都只會寫到這裡,然後沒有整理 這樣不行 不行,你最後要整理喔 要整理喔 OK,跟你講要整理喔 你不整理這個 我覺得這個我沒有辦法接受 OK,好了 就到這邊 OK,這個就是我們把particularSolution 解出來 那最後不要忘記了 那個最後 最後的解是YH加YP HomodularSolution加particularSolution 我這邊已經是沒有位置把最後的解 寫出來了 OK,那不要忘記了 最後的解釋 HomodularSolution加particularSolution YH加YP OK 好的,那我看一下這邊有沒有 錯呢 應該是沒問題 OK,好的 好,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就可以了 喔,影片 絲不動畫,好嗎? 好 Koch